好,請問今天的歷史題目是什麼? 今天的歷史題目是三家分鏡 晉朝呢,不是,晉國呢 春秋時代晉國是有三家分鏡的 但是一開始不是三家,是六家 泛室、中杭室、智室、趙室、魏室、韓室 中杭室和泛室,這兩個家族勢力不大 就被智室的智室消滅了 這個智室呢,就問當時智室的能力很強 而韓趙衛這三個勢力都不強 所以智室說,誰願意幫我,我就幫助你消滅該消滅的人 韓室和衛室,沒有辦法 支持智室,流著眼淚的支持 但是趙衛室就不一樣了,趙國的趙香子,就是說 男子和大量夫,當然要靠自己來闖事業 對,像他們這樣子,威威縮縮的跟別人合作 有什麼了不起? 單獨反對智室 智室就想啊,反而早晚也要跟趙國打 來吧! 韓室,趙室,不是,韓室,衛室還有智室 就帶著大軍摳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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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摳 到了智室的,到了趙香子的,香平城前 這時候智室有一個謀士,叫什麼不用說 他就對智室說,嗯,智室啊,我告訴你 你只要,你只要,把那一,把,香平城前面那一條河 哇,到淹到了智室,淹到了趙香子的城的時候 然後,你就可以坐享其成啦 哈哈哈哈,智室就說妙啊,妙啊 那好,全體結合到,隔天,就把,趙香子的香平城給淹沒了 一半,趙香子想,一不說,一不做,二不休,沒有辦法 故意跟,衛士和韓士,要聯手 韓士就說啊,智室對我們太糟了啦,聯手啦,聯手啦 衛士一開始就說,不行,智室對我們有恩 但是最後他們還是被趙氏,最後衛士還是被趙氏和韓士說服了 歸祥了趙氏 趙香子就故意把,在城裡面的水啊,把城牆搗碎 然後讓城流出,讓城裡的水流出來,淹沒智室 智室就這樣,死了 而,智室就完結了 這個趙氏和韓士還有衛士,有逼晉王說 智室,我告訴你,你要是,你如果不要那個,你如果不要退位的話 修怪我們殺不留情 嗆嗆嗆嗆,三人都拔出武器來 所有的士衛隊也圍住了智室,好好好,我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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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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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晉王,尾尾瘦嗆嗆的說,她沒有晉蘭宮那麼大的才能 但是 因為 智室啊,是很大的一門 很大的一門家 所以門客,也就是他們的 手下也很多 就有一個人叫做郁讓啊 她啊,就 她就想啊我一定要為智 neat 報仇 玉让何许人也 玉让曾经服侍过 范氏和中杭氏 但是中杭氏和范氏都没有重用他 治氏很重用他 而这个玉让呢 就躲在桥下面想要杀赵香子 但是被赵香子的士兵查到了 他就把他绑起来 送到赵香子面前 玉让就说 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我是治伯的盟客 玉让 行不公明 做不改信 你杀了我吧 赵香子很钦佩玉让这种 这种品德 放了他 但是他又假装成油漆工 他跑到玉让的厕 他跑到赵香子的专用厕所里面去 涂油漆故意 其实那个油漆里面呢 装着一把匕首 准备等到赵香子 没有防备的时候 拿起油漆里的匕首刺下去 但是没有想到 他就说 他就说 你有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赵香子的时候说 衣服 他把衣服解了下来 他把披风解了下来 玉让就把匕首 往他的披风的心口的地方刺下去 然后再砍一刀 接下来拿起匕首 往自己心里面刺一刀 死亡 当场死亡 那三家分镜除了遇让之外 智博其他的门客就没有再反抗了 那三家分镜的故事就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